現在桌上這些工具,都是我們要做間接矯正定位器的一個工具 那現在我們最主要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的矯正定位器 我們矯正定位器的一個製作就是 我們在這個機格上面已經有一個跟矯正系滑溫血一模一樣的凹槽 然後扣上去之後用Olin碼綁住,它是非常穩定而且容易脫落 我們矯正定位器是用紅黃藍綠四個顏色分為四個向線 然後Olin的顏色是用七彩的顏色,就紅唇黃綠藍電子分成七個顏色 所以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下很容易就可以判定哪一個是哪一顆 因為電色的部分是跟紫色非常相近,所以說我們用灰色來取代 首先把相組模拿起來用這樣斜的一個角度 先把那個它的重線畫出來 先把這個重線整個畫出來 那盡量讓它畫長一點 現在我們把它的整個重線都畫完了 就畫它的高度 高度值 畫它要的高度 先用這個畫一個痕跡出來 以它所要的高度去畫 好,那我們再用這個紅筆 把它看清楚 讓它畫長 讓它 它到時候在間接腳增定位區 在製作的時候 它可以 以這個的長度 去看它的那個十字線 現在我們也把它的高度 都畫好了 就是要畫到最長的一個長度 這樣的話 我們到時候在貼的時候 就可以 從這個 這個地方來看出它的十字線的位置 先用鋪體 先把它舌側凹的部分 稍微 補起來 好,讓它不用 讓它在座上 光照雷鏡在擠壓的時候 不會到它的那個舌側凹裡面去 把這個舌側凹的部分 填不起來 留下它切斷的位置 好,做三到三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現在 那個鋪體這個 已經把舌側凹的部分 都補起來了 那我們現在開始要來製作 我們的間接腳增的定位器 好,我們已經先把那個上二 整個 七到七的那個位置 整個都排好了 好,那我們怎樣這樣子 好,我們現在開始來製作 我們的腳增定位器 好,我們先幫呢 先將那個 那個樹脂 方造樹脂 放在我們那個 後牙的話,放在中間 前牙的話,放在切斷 然後 把座椅的 給切掉 然後就可以 從 那個 171 開始來掛 用手手掛 然後右手 把模型 拿好 然後掛的時候 可以 注意 就是放下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直接從那個 腳增定位器的一個孔 看到裡面的中心線 先把中心線對好 然後往下壓 壓到我們 我們要的那個 START的那個位置 我們那個 腳增定位器 Olin的上遠 剛好是那個 START的那個位置 它很清楚可以看到 所以說壓到剛好那個線 跟我們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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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 平行的時候 就停 這樣的話 它掛的時候 就很穩定 也很快 那邊掛的時候 還是要可以把 那個 樹脂稍微調整一下 到它 應該到的位置 前牙就是在那個 切斷面 然後後牙就是在 中間的那個 那個牙合面的線 盡量靠 靠舌側一點 因為我們不希望說 掛上去之後 它 光照 樹脂的一個 位置 跟我們的那個 掌聲器太貼近 這樣的話 到時候 在孔鏈連鎖的時候 如果 那個連鎖劑 多了一些的時候 可能就比較 沒有空間可以跑 那我們現在就是 一顆一顆 把它掛穩 然後把位置調好 調好之後 我們就開始可以 準備上第二個 那個 流動性樹脂 第二個流動性樹脂 第二個流動性樹脂 最主要是要 把它 就是這個 掌聲器 給完全的夾住 不要讓它晃動 像我們現在已經 全部都掛好了 我們現在就上 第二層的 高狀的這個 樹脂 當然在這個之前 我們位置都已經 完全的調好 也切割過是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在塗這一層的時候 是不太容易 讓那個 極格來放動 因為我們很少去碰到那個極格 所以說 這個流動性的 我們放上去之後 就 稍微再檢查一下 位置也沒有跑 如果沒有跑掉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光照 把它完成 那現在就是 我們把那個極格的部分 把那個 流動性樹脂 整個都塗上去 現在 我們這種做法 是一次就一整排 當然也可以 就是說 分段去做 分成 看要分成三段 或者是四段 五段都可以 那現在 它整個弄好之後 稍微再檢查一下 就 光照 光照 那 大概十秒 二十秒 沒有問題 它硬了 我們就可以 把它分段 這一個 因為比較方便 我們就把它分成三段 分這三段之後 我們就開始來做 它的 夾具 因為 後牙 我們希望 它能夠用夾子 把它夾進去 所以說 先塗上 一個流動性的 一個樹脂 然後再加上 光照 眼鏡的那個 樹脂條 然後用夾子把它夾一下 讓它有一個夾痕 這樣我們光照 硬化之後 我們就 很容易 來 來操作 那 這樣的話 我們夾起來 就很容易 在口內 操作一個操作 我們現在開始 做前面 前面 我們就把它做成 一個 Omcon型 這樣 因為前面 可以用手 直接 放到口腔裡面去 所以說 做一個 Omcon有一點高度 這樣會比較好拿 也好裝 這樣子 那 我們做好之後 就把它放到硬化 我們調整定位器的一個製作 這個